大家好,欢迎来到吃油青岛 今天我带大家到青岛的海边看一看 市场上难以买到的几种海鲜 小编今天要说的几种海鲜不是海栗子 而是生长在海边淤泥里的几种海鲜 就是海鲜的海鲜 看海鲜的开成的,咖喽 它就是一种口,它是直接冒出来的 有个洞人,然后往里倒一圆red 小海螃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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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捏了才有 你就啥干啥 不就是好锅 有红黑的玩 这个大的味道怎么样 大的反而肉有样 肉有 所以笑通 来到多少时间了 一个 多几点了 4天 4天来的吧 可以啊 就搭搭了呗 这种干那么大箭户的 这种 操操的 对 都不大箭户 那你在这边就边片嘛 不是 这种 市场没价着卖的 市场也有 大家印象里青岛海边的海滩上 大多数是沙子 像这种底部是淤泥的海滩 比较少 而小编今天说的这几种海鲜 就是生长在这样的淤泥里 这是人种的虾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黑蜂子吗 黑蜂子 嗯 黑蜂子 是 看着热往上拨吗 我写行了 嗯 哎呦 小朋友 干着烂瓣 嗯 干着烂瓣 在这样底部满是淤泥的海滩上干海 事先需要做好的功课 就是要穿好水鞋 否则的话 很容易被淤泥陷进去